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第一次化疗过后的 一个星期过后 开始掉头发 然后它是一挫一挫的掉 直到我去踢光头哪一刻 就是觉得自己很可爱 好像变回baby 讲讲 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一位 曾经患上淋巴癌的病患 她叫Miko Miko通过她的Facebook 我发现说这个女生 虽然说她曾经在 患癌期间 但是她还是以非常积极的心态 来面对她的人生 Miko 你好 你好 Miko是在2015年 对 发现自己患上淋巴癌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讲说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候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一开始是不能接受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 就是会埋怨很多东西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那个 想了想 然后就是 觉得就算我这样子埋怨下去 可能也没有什么作用 对对对 就是上天要给我这个考验 我就要自己去面对 我要更加的坚强 然后才能够打败这个病魔 那化疗对很多女生来说 她可能是一个噩梦 因为可能 我看Miko应该很爱美 对 因为以前的 还没有治疗之前 我头发是很长 然后我是很爱护我的头发 然后就是 患病过后 就知道化疗会 掉头发 会掉头发 当你的头发掉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一掉它是一撮的 对不对 当你面对那一天的时候 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我那时候是 我记得是我第一次化疗过后的 一个星期过后 就开始掉头发 然后它是一撮一撮的掉 就是自己想清楚过后 然后我就想 如果头发一直一直这样掉 自己看到又会不开心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决定 如果真的掉很多的时候 我就要去把头发 剃光 直到我去剃光头那一刻 我看着那个镜子 就是看到自己变光头的时候 很 就是觉得自己很可爱 好像变回baby这样子 然后就很开心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 比较好了 没有那么难过 有没有想到说 可能不是剃光头 就是头发掉的那一刻 可能老公不懂 可不可以接受 有这些想法吗 那时候是我老公陪我一起去 剃光头 还有我爸爸 然后剃了过后 就是他们看到我都在笑 然后我连我自己看镜子 都觉得很好笑 我发现你那个 就好像天使在唱歌 因为我看到你有一个 在做Facebook的时候 你在做一个live 然后你知道我刚才听的时候 我还讲说 这个是不是对嘴的 怎么这么会这么好听的 很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 然后2004年才开始出来租唱 因为我看到你跟你老公 就是很恩爱 然后我知道你们在一起 应该有十多年了 从11年 11年了 就结婚到在一起 都就11年的时间 你说说他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在抗癌的过程里面 治疗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情绪 情绪这件事情呢 即使就是 在你身边最亲密的人 可能也会很难 就是很难接受 治疗的过程就是会有那种副作用 会很辛苦 会吐 然后会整身很热 然后会整身酸痛 我自己的情绪 也是有时候很难控制 就是会乱发脾气 这样子 我知道自己是很不应该 但是有时候控制不到 对 但是他也是 他没有发我脾气的 也是没有抱怨 他就是很能够体谅你的情绪 他知道你患癌的那一刻 你知道他的想法吗 我记得我自己问过他一句话 就是 你有没有后悔娶我 因为我们结婚 大概是七个月 这样子 八个月 一阵子然后我就患癌了 所以他的回答是 他的回答就是 他会一直陪我这样子 太感动了 OK 所以你听了之后呢 觉得没有嫁错老公 就是选择对了 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家人呢 家人我爸爸妈妈也是很支持我 就是我住院化疗的时候 我的化疗和有些癌症病人的 治疗不一样 我的是必须住院六天五夜 就是六天是不停的放药 化疗这样子 然后我妈妈就会在医院陪我住院 六天五夜这样子 然后我爸爸就是 每天都会去 就是拿食物给我们吃 一天来回三次四次 这样子 我想吃什么 他就去煮 或者是去买 这样子 因为你生病吗 有没有想说 可能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跟你老公讲 也是会想如果自己真的是去世了 或者是不在了 我也是很希望 他能够找别的女生 然后可以照顾他 他有跟你讲什么吗 你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讲我傻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想知道你在患癌之前 跟患癌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以前的脾气很暴躁 然后现在就 可能比以前好一点 这么你的老公 好像有一脸不屑的样子 还是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变 在节目里有没有什么 有一些人很想跟他们讲谢谢 或者是 我是很想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声 跟谢谢他们 没关系 慢慢说 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都很照顾我 我很想跟他们说声 谢谢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 对我的照顾还有支持 然后爸爸妈妈我爱你 就是另外我还要谢谢我的先生 谢谢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对我的无畏的照顾 然后没有见过我光头 然后眼眉 眼睫毛全部掉完 他还是说我很美 还是叫我女神这样子 所以我很想跟他说声 谢谢你老公 我下辈子也是要嫁给你 哈哈哈哈 莫非可终生美丽 才值得我勾手自发誓 对你 丁又哭的时候 当然不会在我太太面前 可能睡觉的时候会想起 让自己也会偷偷地流眼水 不算是哭 过后睡醒见到他 普通就不可以 让他知道我们也不开心 下一世再多一世都要嫁给我 我都没问题 我希望十世 再见